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 恒指今天最低位是曾經跌過3MA下面 最低位是25411 曾經跌過3MA下面 接著就試了一條89MA 這條MA說過上次沒有打中 上次沒有打中,這次回落後上來應該會打中 今天打中了 升穿了,但沒有收到上面 收到322點 收到25713 這條89MA是25729 所以收市就收到這條89MA的下面 收到這條MA下面就不太好 所以這條MA下面就不太好 那就有機會 就算明天有高位 都應該有機會 如果明天高開的話 就應該會下試這條89MA 然後有機會下試3MA 但如果明天低開的話 就應該會有機會試了3MA下面 有支持 那就有機會再衝多一下 再衝多一下上這條19MA上面 再看看收市是收上面還是下面 那 看到明天是5轉折的 即這個低位 明天就會是1,2,3,4,5 明天是5轉折 所以有機會明天就有一個高位出現 但因為它轉向那隻竹本身也是1隻羊竹 所以就比較難說 可能今天已經是5轉折 因為如果計算這隻竹 其實已經是5了 算了5日 但如果不計算最低位這隻竹 明天才是5 就要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突破 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等下看回IG的走勢 看看有沒有向下突破 如果向下突破 應該會做回這個浪的調整 如果沒有的話 就應該明天還有一個高位 現在有大概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就是 現在這一陣子就是 這個浪跌下來的一個反彈 如果在這個看法 要等它收回5圈下面才能確認 因為比較難說是會反彈 會反彈幾 即比例是反彈多少 反彈0.5 或者是0.618 或者是去到99%都可以 如果是反彈再下 如果反彈後轉向 轉回跌的時候 就會收回5圈下面 就像這個浪 由升轉跌 那樣 它都會收回5圈下面 所以這個浪 如果要轉跌的話 會收回5圈下面 才能確認到 這個就是反彈再下的看法 另外就是 第二個看法就是 這個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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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會升穿 A 最少最少都要去到 B的90% 這個浪 這個浪 90% 才會是C的 等下就讀一讀 這個浪 這個浪 最少可以去到什麼 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這個浪 這個浪 是SY 一個Double 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ABC的結構 如果是行一個二 Double 就是W 的 90% 所以大概 可能會要到268 看一看期貨圖的日線圖,看一看期貨圖的日線圖,看到從低位上去全部都是洋竹來的,所以暫時沒有一個轉淡的信路 因為如果收了一枝陰竹才會有機會出現跌浪,但是暫時全部都是洋竹 昨天也有一個利好的信路,就是企穩到0.5 看到昨天這枝陽竹就企穩到0.5這個比例,即是下一枝日線圖,有機會升穿0.618這個位置,即25560這個位置 今天這枝竹也未收,如果這枝竹收了在0.618上,即是下一日或之後就有機會挑戰0.786,即25866 看看這枝竹究竟今天收不收到在0.618這個比例上 這個是看retracement的看法 要看一看 剛剛所說的setset,如果這枝竹是走A到B setset是C,最少都要去到B的90% 所以量度一下 量度一下B浪的波幅 然後找回 就是它 90%的位置 看到是26,075 即是這裡 26,075 即是 接近26,1 那些位置 如果是走Asetset,有機會最少就去到這裡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如果它不是走Asetset 而是走一個 W,S,Y,即是這個DoubleAsetset 如果是走DoubleAsetset 那就 找一找它的Y浪可以去到哪裡 這邊 這個是W,這裡是S 如果是走DoubleAsetset 那Y呢 就會去到90%的位置 那就是26,784 即是說 如果 覺得這個浪 如果不是這裡的反彈 如果不是這裡的反彈 看到因為它全部都是陽軸 所以就不太像 這個浪的反彈 就比較像是 一個A,B,C 即是去到大概26,1 那些位置 或者是一個 W,S,Y 去到26,8 左右 那要留意 Y都會分成A,B,C 那這裡全部是陽軸 即是一個A 稍後有陰軸 可能就是B 那才是C 那如果是走DoubleAsetset 那如果是走DoubleAsetset 就可能繼續出陽軸 直至到 破一破A頂 那才可以回 那重點都是看 日線的5mm 就是要確認它這裡轉跌 那要收到5mm下面才可以 那看一看 那看一看 現在走什麼浪 那看回日線圖 由這個低位上來 就會是 就像在走一個 用IG看會好一點 用IG看會好一點 那看看IG的1小時圖 那是有機會升了5個浪 由24,400的位置上去 看到1浪在這裡 然後2浪在這個位置 然後3浪 4浪 然後就是5浪 那這裡5浪呢 看到是 5浪1,5浪2 5浪3,5浪4,5浪5 那如果用小時圖看 有機會就完蛋了 有機會 但是用4小時圖看 就未必 4小時圖看 看到這個位置開始 5浪 5浪1,5浪2 那現在都是5浪3 那這隻粥是未完蛋了 如果它收羊粥的話 那可能是5浪3繼續 如果它收音粥呢 那可能是5浪4 那還有個5浪5 再多一次 5浪5 那才會回落 所以暫時看 重點會是 5浪1的位置 因為如果在走5浪4 如果在走5浪4 那就不會跌穿5浪1 那就是25497的位置 如果稍後一跌穿這個位置 那應該這裏的5個浪 這一組 這一組的浪應該就完蛋了 那就會先走過 調整先 那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跌穿 應該都還可能會上多浪 就是這裏是1 2 這裏是3 4 5 那甚至乎這裏是1 2 現在還是3 那3美元 那也有可能 因為看4小時圖的粥 就有機會是 還是繼續 這個小5浪 這個是小5浪的1 2 3 那因為這支粥是未收的 所以不知道是收羊還是收音 所以就 有機會是 還是5浪3 那這個看法就是 裏波浪規則 因為之前這個位置 這個1浪這個位置 是用了6支粥的小時圖 那用了6支粥 那就是3浪最多都是42支粥的 因為時間上3浪最多是1浪的7倍 那最多42支 所以就量一量 那42支粥就是這裏這個位置 那就是這裏應該就是那個3浪 那這樣 那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A B C 4浪 那所以就是得出剛才那個的數法 那另外就是 那另外就是 會不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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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那因為C最長就是A的 10倍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最多是60支粥的 一個C浪 那所以假設這裏是A的話 那這裏是B 那就量度一下 60支粥是 60支粥是 這裏這些位置 那就是都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60支粥的最高位置是這個位置 那所以如果是A B C 那C就會在這裏 那但是他就升穿了C的位置 所以就不像一個A B C 除非他在走一個A B C 這裏是一個W 這裏是一個S 那這個S 那這個S回得少 那它Y要是 升得多的 它Y要是一個W的90% 最少 所以如果這個數法 那應該還有得再高些 90% 那就是大概26,200 那些位置 如果是一個反彈 W SY的話 那也是26,200 那些位置 所以比較像是一個 五浪 會是一個五浪結構 那要留意 如果這裏是25,497這些位置 那就是五浪一的位置 那就是五浪一的位置 如果是跌穿的話 那就是要調整這裏的至少20% 那就是要調整這裏的至少20% 因為會走這裏的調整 那才會上 那今天 那恆子就是這樣看 那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那見到 好 那今早就分享了這個圖 那就是 那會說到這個五浪 那就是 有機會去到 257,51 或者25879 那 那 0.382 這個基本上可以排除 因為它當時走的五浪三 看到是 五浪的一 二 那走的五浪三 那都還有個五浪四和五浪五 所以 所以應該這個位置 就不止去到這個位置那麼少 所以就看這裏這兩個位置 那現在走的出來大概就是 這樣的 就是這些位置是有 是有阻力在這裏的 257,51這些位置 那見到到257,51這個位置 就是站不穩的 站不穩就很難會再看0.518這些位置 就未必到 因為它站不穩的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暫時看淡的話 就不應該收在這個比例上面 因為收在這個比例上面 有機會再去到25880 那些位置才下 因為它站不穩 所以也有機會完成了 小事圖的話 就可以這樣數出來 1,2,3,4,5 這樣可以成立到 這裏去到這裏的 這裏才上去的五浪 有機會出光也有機會 所以這一點也要留意 這五浪 有權是升完 這五浪 另外這裏是另一個量度方法 那見到 就是拿回這裏的 1,2浪去到量度 那其實是一比1的比例 那這裏是用1比1的比例 那這個純粹就是用1比1和1.518的位置去看 那所以有機會去到258的 那看會不會明天去到這些位置 那如果在賣這些位置 都受制了兩次了,一次站不穩,兩次站不穩,但是再次站得穩 所以下次又,下個佩帶的阻力位應該是這個,1.618這個位 看看納子的看法,納子有機會是走過三浪和四浪 五浪的話,昨晚就回了一點點,這裡可能是個五浪的二浪條件 這裡是1,2,3,4,5,這樣做了一個1,然後回下去可能是個2,現在是開始的3也不定 這個五浪的3,有機會是這樣,重點是留意這條ma,黃色的21ma 四小次圖,如果他沒有收在下面應該也有機會是走五浪3 但是萬一他收在這條黃色的那條下面,就可能是走勢就會是轉差了 看看導致,看看上陣指數走勢,今天就比較是差的,看到沒有升穿沉的頂 沒有升穿沉的頂,還要是收音足,還要收到5ma下面的,一線圖 所以就要注意了,可能是,看看會不會再要破多一次底 看到周線方面,雖然上個星期就是收支揚足,但周線圖還沒有站穿5ma 周線圖還沒有站穿5ma 看見到從這裡一直跌下去,也沒有站穿5ma 所以暫時還沒有太確認他 走勢方面,還沒有太確認他轉回上 這裡曾經有一個34轉折,可能是一個短線的反彈 因為這些時間周期可以是,可以是一個長線的轉向或者短線的轉向都可以 這一點要留意 不是太好的,因為日線收到5ma下面 看看導致走勢 看看導致4小時圖,導致4小時圖看到那個macd histogram 擴張了,擴張了,擴張再收縮,不是一個好現象 擴張再收縮,通常都是落的機會比較大 可能會去到這個綠色就會有機會轉到紅色 比較淡 昨天再彈高一點點,因為他可能的Retracement 0.320不是太夠 最終是去到0.5的,彈到 去到0.5就收縮了 即是站不穩0.5的 有一點點像是,如果他站不穩0.5也比較差 他可能是在開始C,C1,C2 可能現在走C3,C4,C5 可能是走A,B,C才再上 到此有這樣的看法 即是說可能這裡要破多次底才再上 看看納紙的走勢 納紙方面他亦都是沒有站穩0.618的位置 見到他亦都是站不穩0.618 但他好像有一點點 昨天是分析的時候在這個位置 它還有彈多一下 再高一點點 有可能完成一個1 2 3 4 5 可能這個是一浪 現在調整個A B 可能調整個C 又再上 所以這些位置都比較難說 看淡也是有根據的 看淡因為它站不穩 跌到18這個位置 看好就可能要是 跌穿一下前面這個底 形成一個A B C 可能在89MA這個位置 才會轉向 看到MA在上去 跌穿一下再上去 即是這裡短線有一個1 2 3 4 5 A B 現在可能是C 如果是C的話 它又不應該跌穿前面這個底 可能再深一點都還可以 但之後也會上去 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導致剛剛也似乎是偏離淡 所以這裡應該都會 有少少拖累 都會低一點才再上去 但它就應該 就未必會破底 因為它這裡就像是有個5浪的結構 在這裡 但可能會是接近這個位置都不頂 即是這樣再上去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周線圖 看到周線圖 有機會都是走這個5浪 即是周線圖大的5浪 看到MACD快慢線 快線上去牛區 但它如果是走一個星浪 有機會可以去到之前這些高位 可以是上到這麼高也可以 走5浪的話 看到周線圖的色路線 依然是負數 所以應該也有空間上去 STC也是處於這麼差的狀態 所以應該還是還是繼續拉 這個星期也會像是拉揚竹 而數浪方面 日線圖 如果看陰陽足 就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1,2,3,4 然後是5浪 然後是5浪1,5浪2 現在走5浪3 還有個5浪4,5浪5 看看4小時圖 看到4小時圖 看到4小時圖 所以這邊是5浪1 然後是5浪1 然後是5浪2 調整 1應該是5浪3 短線應該都是看上條片的量度 188 183至186 那些位 看到183 不排除會再高一點 1896這些位置都有可能 也都可能是188 187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那就看看 那MACC都很像 看到它 紅色左一刀一段時間 那如果紅轉綠 那也是有一個急性的 那大家看看原油的走勢 那原油就是日線圖 在走5浪5 應該在開始 看到4浪在這裡 跟著5浪1 5浪2 5浪3 5浪4 那現在有機會在走5浪5 看到5浪5的1 5浪5的2 現在在走5浪5的3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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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昨晚打中了這條 日線的 55Mb 觸發它轉向 看到 這個5浪2 有機會在這個位置做了 這個5浪2 有機會在這個位置做了 1 2 1 可能在開始 3 如果它2小時圖收穿 那個移動阻力會比較好 2小時圖的移動阻力就是這個高位 暫時還沒收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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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升穿了 但看到短線是1 2 3 4 5 也像是回條圈會再上 所以也像是開始5浪3 看一看 微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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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短線是走了1浪2浪3浪4浪5浪的 那這個月線圖的阻力位都升穿了 所以升穿之後應該就是有機會開始做調整 加上這裏數到5浪的一組結構出來 帶回月線圖 那這個1比0.382 就95.287這個位置升穿了 但升穿不代表它能夠收市其得到 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月線圖 所以在這個月收這支足之前 也有機會回落在這個比例以下 就是這樣 看到MACD四小時圖有個頂背池 所以有池落回水線 如果它落水線 那就是說黃金應該也升得急 有機會 有機會最少做回這個浪的調整 下回這個浪 可能是 下回一半先 即是會回回94.667 不 94.39的位置 就是下回這些位置先 今天 今天這條片就說到這裏了 喜歡可以給個like 未訂閱Youtube的又訂閱回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加入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